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CDC敦促孕妇接种新冠疫苗 乘客随身携带的包在洛根机场航班上引起火灾 警方寻找嫌疑人 董波士顿10岁男孩逃出绑架嫌犯魔掌 南波士顿圣帕特里克节大兴游行将于2022年回归 多周爆发沙门市军疫情可能与受污染的香菜有关 CDC周三为孕妇发出了一个紧急健康警告 由于使孕妇的免疫接种水平低 而且越来越多的孕妇死于新冠病毒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敦促孕妇接种新冠疫苗 称接种疫苗的好处超过了任何潜在的风险 该机构已经建议进行疫苗接种 但只有31%的孕妇接种过疫苗 西班牙裔和黑人的比例更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告说 截至9月27号已经报告了超过12万5千个孕妇新冠感染病例 包括2万2千多个住院病例和161人死亡 2021年新冠病毒相关住院监测网络的数据表明 因疾病或因分娩而住院的新冠病毒感染孕妇中 约97%没有接种疫苗 星期三晚上 洛根机场的一架即将起飞的达美航空航班上发生一起小火灾 航空公司说 起火的是一名乘客的手提包 火很快被扑灭 所有人被及时的疏散 该事件发生在由共和航空公司运营的达美航空5643号航班上 当时飞机还在登机口 乘客罗恩施罗耶拍摄的照片显示 紧急滑梯已经展开 波士顿警察局正在努力确认 一名被指控试图在东波士顿绑架一名儿童的男子 据波士顿警方称 一名10岁的男孩告诉他们 周三早晨7点11分 当他在萨姆纳街地区步行去学校时 一名他不认识的男子向他走来 根据该男孩告诉警方的情况 该男子随后试图抓住他的肩膀 但他得以挣脱并步行逃离 嫌疑人被描述为一个健壮的白人男子 他个头矮小 头发灰白 留有胡须 该男子身穿黑色夹克和灰色运动裤 任何有关该事件的信息 请与A7区的侦探联系 请致电617-343-4234 活动的组织者周四宣布 南波士顿圣帕特里克节游行 将在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中断两年后 于2022年回归 南波士顿盟军退伍军人委员会 在一条推文中宣布 定于2022年3月20号举行的大型游行 已经开始报名 2021年的游行是波士顿一系列重大活动之一 由于大流行病和州长查理贝克 对公众集会的限制而被推迟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 一个多月以来 沙门市军的爆发已经使29个州的279人患病 早在2021年9月2号 该疫情就被首次发现 当时只有20人因疫情而患病 从那日起联邦机构一直在调查该疫情 试图确定其来源 幸运的是CDC刚刚宣布 调查人员认为 在测试发现食品容器中的疫情诸君后 该疫情与某些类似的香菜有关 8月3号至9月13号开始 陆续收到患病报告 受感染者的年龄从1岁到89岁不等 但幸运的是 没有死亡报告 受疫情的影响的各州 可以从CDC的以下列表中看到 疾控中心指出 疫情中真正患病的人数 可能比报告的人数还要高得多 而且疫情可能不仅限于已患病的州 这是因为许多人还没有经过医疗护理就康复了 也没有进行沙门氏菌的检测 此外 最近的疾病可能还没有被报告 因为通常需要三到四个星期 才能确定一个病人是否属于疫情的一部分 沙门氏菌感染的症状可能包括头晕发烧和呕吐 任何认为自己可能出现沙门氏菌感染症状的人 都应该与他们的医疗专家联系 阳性感染者应当向当地的卫生部门报告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